各位 為了參選可以去到多盡 包括是兄弟反目 龍室操鍋的事都會發生 九龍西有補選 上次補選是姚從嚴出選 馮檢基先生本來想出選 但結果被勸退了 算數了 因為姚從嚴是功能組別 民望都尚算可以 只是在宣誓時 因為說了一些無謂的說話 所以被取消資格 給一個機會 一個新人出選 都情有可原 而姚從嚴都努力幫助他助選 雖然姚從嚴輸了之後 就在埋怨姚哥助選不力 只是站在街上找人 這些就無話可說 因為土共那邊是出盡全力 而且鄭永信也是當區的地膽 空降一個舊區 都頗難贏一個地膽 現在就重演歷史 又是被取消資格的劉小禮女士 就在九龍西打算參與補選 《大公報》那邊就已經說了 她由於說過自決 所以她的待遇應該好像周庭一樣 被選舉主任取消資格 劉小禮也都心知肚明 就打算是空多吉小 除非是僥倖過關 她都要穩定後備 後備按道理 如果是讓一個人去爭取的位置 後備應該就是大家一起做初選 按照黨內民主的道理 美國又再次失望 因為劉小禮在參選之前 就已經加入了工黨 成為一個特別的成員 就是小禮民主教室 成為一個機構的成員 劉小禮被取消參選資格的時候 就會由黨內的李卓仁出選 李卓仁在2016年 在港島區的選舉落敗 一個老將落馬 現在打算撿一隻死雞 以後補身份去出選 以他做公運這麼久 都有些機會當選 另外一邊 姬哥亦都是勞虎公高 在九龍西深水埗一大民協 出名的區組織服務市民很多年 亦都做過很多屆的立法會議員 故此當姬哥說要參與補選的時候 其實他的聲選比李卓仁還要再高一點 如果泛民是想著要重奪 在立法會直選議席的比例 他應該是找一個當地的人去選 因為上次就是當地的鄭詠遜 打敗了空降的姚從嚴 現在劉小禮 其實他是新議員 他不是區議員出身 亦都沒有一個很長的地區工作 只不過是在選舉的時候 藉著港獨自決的風潮 贏了港獨的姚從嚴 上次落敗 劉小禮 即使他批准參選 以他沒有社區工作經驗 亦都沒有當區的地膽和裝腳 只是拿著一個過了氣的 港獨自決的招牌參選 其實他的勝算和姚從嚴一樣 其實是不高的 應該是由馮檢基出選的勝算是高一點 泛民都可以拿回一席 故此當泛民居然是 書槍授授 黨中有黨 就在工黨裏面找後補人 而不是在整個泛民的陣營裏面 找一個容易勝算的候選人 看上來泛民根本就是 不想重奪議席的 只不過是想益自己人 我覺得馮檢基 沒有做議員那麼久都不知道他搞甚麼 又不是自己有 又不是一齊圍圍圍 所以即使他是泛民 民協是泛民的一員 即使他是泛民 都不讓他玩 看上來整個泛民陣營 根本就不是為了民主 亦都不是為了先手 關鍵的反對派議席 而是根本是在自己有 自己陣營裏面 搶飯碗、爭議席 是一班私心凝重 私傷瘦瘦的一個 很偏俠的小政黨